子龍,真的好難SS 但是我會努力的,加油! 是不是想把小傑擺回來了 恩... 我想要是一場沒有小傑的 小傑先忍一下啦,好不好 我們是為了觀眾著想啊 有些觀眾沒有那個小傑嗎 慘,剛剛那個木槍話就直接被聽上掉了 請問別追小傑會很慘 我已經感受到很慘了 大家真的在玩的時候不要追小傑啊 小傑很恐怖的啊 喔,這天降可以耶,有機會喔 三組木,帶不走 OMG 不夠耶,傷害不夠 隨時證明這邊如果你 右下咬騎士喔,要帶走他的話 你要有四組木珠才夠 好,第三關 三顆風華珠 木珠不太夠 太魚了 跳起來 完美,哇,聲控 這是一款真正的聲控遊戲 恩? COMBO術,好低喔 沒帶走,尷尬 COMBO還是要高一點才能帶走啊 哈哈,小傑,就說你沒有我不行的 我要證明我可以 我翅膀硬了,我想要飛 你們聽過一首歌嗎? 飛飛飛飛飛,我想飛 大概就是這樣啦 好啦,這疊住,讚 疊住到7,沒問題 看可不可以一波帶走他 完美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五關 第五關這裡 木強化水火盾 這邊比較怕的是缺那個 水跟火 他木強化就是開這就可以 有,木強化了 所以木格現在這一隊 蠻實用的耶 各種轉,強化珠出來 666,61波 哇,天,這樣太扯了吧 15COMBO 這是有什麼神秘的加成嗎 小傑讓,一拳讓你飛不起來 小傑,等一下我們再用你 好,這邊一定要開紫龍喔 不然沒有傷害 木珠 啊,好 兩組木應該夠吧 6COMBO,天上多1COM 3組木7COMBO 夠,傷害夠 好,接著來到第七關 這裡我們可以點那個 可愛的石化珠 解除石化珠 那就沒問題了 紫龍,紫龍,紫龍,紫龍 龍一波 兩組木應該帶得走吧 帶不走就真的很尷尬囉 聽得到8COMBO 有了啦,可以 讚 第八關 那紫龍她主要的 那個傷害是 她隊長技能有 類似木屋的技能 所以你在玩紫龍 你還是要高COMBO一點啦 不然傷害還是 上不來 好,這邊把水珠給點掉 我覺得沒問題 直接進入王關 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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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我就是要說簡單 超簡單 超簡單 硬要 好 好,再開這個 你看這個就是開到底了啦 按珠再多 我直接木格金一出來 直接把你全部轉掉 是不是 厲害吧 直接 羞辱你一波啊 有沒有,簡單 Easy 然後這邊 先開這個 增傷嘛 然後開這個 再開這個 好,來 拚個拚圖盾我們就要過啦 啊 這拚圖盾好像有點難拚啊 意外 有點難拚的拚圖盾 欸,欸 這天獎有囉 到手了 小傑跟他 319 激動到破音 好 有沒有 這個分數,這個打法 絕對是666的啊 完美劇本 然後我們看一下分數 應該會有SS吧 給個SS吧 大哥 這樣都沒SS 那太能拿了 啊,我好像多一回 喔!7萬9 快8萬分了 哇!這個分數好高喔 天啊!最高分耶 這比 這比 我那琴琴王打得還高分耶 7萬9